我卖房是法律允许的 你们也挡不住我卖房 我那时候态度挺坚决的 他现在的口径是说 我把这个房子卖了 因为现在房价再下跌 市场不好 所以我现在把它卖了 已是茂蝶之年 他为何突然要变卖房产 难道是在和子女赌气 当然就不会像他们那种 就是特别亲密的那种关系 感觉是比较客气的 互相的考虑没有那么多 但是就是都是把自己搞好就好了 所谓的互不打扰模式 到底因何形成 这样的关系 有是否正常 所以你有考虑 想让他们来多陪伴你 那他们怎么多陪伴 我觉得不可能的 或许为排遣寂寞 或许想找寻寄托 他竟把全部身家都投入了进去 老年在一块高兴聊天 然后挺高兴的就回家了 做完了以后 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挺开心的 他说让我退出 我就问我孩子 我社交在哪呢 我最需要接触人啊 您觉得精神需要很重要是吧 当然了 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说 儿女可以给您一顾对一顿的感想 没有 控制不住 他有点成瘾 一方轻描淡写 另一方却如临大敌 这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该怎么填补呢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师 大家好 我是国风 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调解现场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调解现场的嘉宾团队 他们分别是调解员徐卫平 调解员苦苏安 心理专家张一文 律师傅禄 欢迎我们今天到场的第一方当事人 是一对兄妹 是吧 这个是哥哥 那个是妹妹 欢迎两位 我看第二现场是母亲在那坐的是吧 对 爸爸是在我们17岁的时候去世了 然后妈妈后来又结婚了 那么两年前呢 就是我继父去世了 落座第一现场 杨家兄妹大致介绍了家里的情况 他们说母亲经历了两次丧偶的打击 但好在经济上不成问题 现在我母亲是住在我就是继父留下的那条房子里面 但是这个房子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我妈妈现在是享有居住权 能居住到她去世为止 当时是就他们是这么跟我们讲的 那个房子是不是他们婚前继父就有了 现在正义的是这个原配的这套 对 原来促使兄妹俩紧急求助的原因 竟是为家中的一套住房 这房子是他们过世的父亲所留 如今登记在母亲名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困扰 就是表面上看呢 就是说我妈妈她突然要卖房 因为我们有一个唯一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是爸爸妈妈分房 就是那时候福利分房 他们买下来的 然后就是等于说现在房本上只有我妈妈一定的名字 但确实大头是妈妈 我听说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就是妈妈非要卖也是可以卖的 但是我们跟他谈的就是说毕竟有我们的份物 据兄妹二人讲述 继父生前曾为母亲确立了居住权 因此母亲的居住并不是问题 可她偏偏有个特殊嗜好 为此还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都说她手里没有钱了她要卖房 所以我们当时也很惊讶 反正就我自己就有点经济悲击了 我说幸好我身体还挺好的 后来我就想我上哪找钱的 于是我就想到我自己有一个房子 就是我就想我干脆把房子卖了 从她个人的经济状况来讲 我们了解到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房子现在是出租 租金呢都归她一个人管 四千块钱 她本人的养老金呢是九千多 就是也是她自己来管理 那一个月一万多呢 是吧 对一个老者来说 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疾病急需用的话 应该是收获 应该是还可以 而且还有些积蓄 还会有些积蓄 对对对 是吧 但现在她说缺钱了 对 兄妹俩表示 母亲的经济状况本应该很好 每月一万多元收入 既不用租房也无需看病 怎么算似乎都跟缺钱扯不上关系 因为是这样 我是在国外工作 然后我妹妹是在北京 为了这个事特意回来的吗 因为我妈提出来说卖房 我说这事挺大事 你等我回来 咱们一起商量 一是咱们家唯一的一套房子 所以我们就要商量 但是商量之后 好像并没有谈的 很顺畅 没问问母亲 为什么要 其实我们有些了解 就是说 在大概很多年以前 就我们发现 我们那个房子那个里面 突然多了很多保健品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母亲是什么时候 开始买保健品 从现在到现在五年 杨家兄妹说 因为这次的卖房仪式 他们才得以近距离观察母亲 结果发现 原来母亲生活中 早就存在异象 那就是大量购买保健品 我肌腹在的时候 也买 然后呢 家里放不下了 就放到我们家 现在出租那个房子里 我们也劝过 因为我哥 每年回北京的时候 都会住到那套房子里面去 然后就没法 就是东西太多了嘛 他应该是 所有的都是要自己做主 我们也没有办法 说怎么强硬的干涉 据杨家女儿回忆 母亲最早接触保健品 是在继父去世前 到如今 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情况的发展 竟已超乎了想象 这两年就突然一下 可能就失控了 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家的观情 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就是说 我妈她一个人住那个房子 然后我妹 我们都有当各自的家庭 但是突然一下说 钱没了 就是说 其实 我妈手里她应该大概有100多万 因为其中是这样 其中80万呢 是因为他们 就是我们的长辈那一代 他们有一套房子 就是细产了以后 每人分多80万 这是比较准确的数 再加上一些母亲 曾经的一些数换 100多万肯定是有的 我们是这么想的 因为妈妈 还是属于高春女性 所以我们以为 她会过得很好 但是没想到 哥哥回来以后 就是说 是这样一个卖房的一个 所以就引出了 我们主要的主题 就是说这个 保健品的一个陷阱 就妈妈应该说是 身陷其中 现在也还没有出来 看着母亲身边堆积如山的保健品 以及空空的银行卡 兄妹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不禁懊悔 是不是对母亲关心不够 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呢 她这个瘾如果不去了的话 我想也支撑不了多久 如果她那份花完了 她管我们要的 那就又面临着 我现在没有钱了 我们作为子女也不可能不给 到那个时候 可能我一给一次 然后过一段时间 如果花完了 就到了一个无底洞的程度 服务员就说 阿姨没事 我先给你垫上 当然也一般就是 一两万块钱 有的时候就几千块钱 然后我就说 阿姨你开支给我 或者你什么时候给我都行 所以慢慢积累就欠了不少 因为我在那个 有的地方存了一笔钱 就是到账了 我就陆陆续续还了 我可能还欠着有五六万吧 关键现在还欠了债 她还给那些销售员打欠条 这个也挺危险的 她如果没有钱 给销售员打了欠条 就是欠条 然后保养品还在往家里买 不但花光了积蓄 还要举债去消费 母亲如此反常的表现 自然令子女们担忧 看其原因 杨家兄妹也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对社会了解太少 太容易受到别人话术的蒙蔽 但她特别的固执 你想到警察局了 就跟她说 最后警察说 那您觉不觉得以前是被骗了 她说这样犹豫一下 说那我就认了 面对母亲的单纯和固执 兄妹俩颇有些无可奈何 律师在了解完基本情况后 也针对此事给出了专业性分析 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这几年实际上 她是变了花样的去搞这些老年人 而且是有这个 特别是在这种北京大厂市 她老年人基本上是有一些积蓄在身上的 可能到每年年底都人去镂空了 最后老土耳太太去搬遮椅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打击之后 就不断出现了各种新花样 其实保健品的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确实抓住了老人一种心态 可能独居老人比较多 情感方面比较缺失 子女们可能平时也比较忙 关系不是特别够 那这样的话 这些销售们可能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培训呢 已经在老人心里边已经不可或缺的一个 关系这个地位了 所以说她可能有的时候 是知道可能花钱能找到一些安慰 她可能是有愿意的成分在这边 那这个问题如果说后面真的是需要几个从怀的角度被骗了一百多万 你们认为一百多万花出去是吧 自己有掉过流水 这个应该不是认为 应该实际就是这样 因为因为妈妈现在确实没有钱了 但是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有依据的就是那些 金额不少 甚至还有借款 她手里没有钱的话 就借钱也要去吧 对 因为那些孝顺员会跟着 阿姨没事 您发工资再还我 都知道她工资高嘛 因为已经管我借一次五千了 一个星期以后又管我借钱的时候 我明确跟她说了 妈妈你拿这个钱 如果说您现在是有病有急用 我可以给 但如果您去买保养品 我是没法给您这个钱了 是这样子的 沟通中 两兄妹直言 他们对母亲的非理性消费已不堪承受 就算钱属于母亲 她有支配的自由 但这显而易见的保健品套路 母亲怎么就分辨不出呢 所以以我的感觉啊 她并没有真正的说意识到这是诈骗 或者是被骗 她还觉得这些新的公司是好的 对 她是为我好的 看这个节目之前 跟妈妈沟通的时候 妈妈是很明确的说 我要看看这些专家们 是怎样评价这些保健品的 你们都说是骗子公司 这个那个 但是我觉得你们是有点偏激的 我感觉妈妈购买的 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 她是购买的 我觉得她更多看重的是 她的附加价值 给她带来的这种 能放位的这种陪伴 针对母亲的种种表现 心理专家也发表了见解 她认为 母亲的这种消费行为 只是个表象 其中所折射的 其实是精神层面的缺失 心情的愉悦 精神上的满足 就很多的东西 是你们俩没给到的 你会觉得她在保护它 其实她不是 不知道这个东西 不值那么大价钱 但是她又不想去揭露它 或者是让她感觉 如果我去做这件事 可能会伤到 这个产品背后的那个人 她就不做了 可以说卖那个保健品 我觉得 这个心理需求 满足的很多 因为我们儿女不可能的呀 因为我刚才跟您说的 我们的关系是客气的 早的时候 她对你们俩的陪伴多吗 陪你们玩 经常带你们去公园玩吗 跟你们搂搂抱抱吗 没有 搂抱很少 我们那时候是放养 我们70后 基本上是跟小伙伴长大的 你想我的孩子13岁了 跟老了 我想一共见面 都不到13面 杨家客气而生疏的相处模式 显然与热情陪伴的销售人员 形成了鲜明反差 或许也正是因此 才让母亲一步步深陷其中 我现在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实老人为什么这么做 你想想她是高知 如果说她特别的迷惑 做这件事情 可能还另外一说 那我想问一下 你多大的时候妈妈在婚呢 说实话那段回忆不太想回忆 就是不太想回忆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在五年之内 在我的感觉里面太快了 其实我是不太愿意的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所以你感觉这个对你是一种伤害是吧 影响到你跟母亲的关系吗 怎么讲呢 我觉得就是 因为她结婚以后 就是哥哥就去上大学了 然后我自己在居住的那个房子里面 妈妈很少打电话回来 她年龄大了以后 她再婚的对象也过世以后 多长时间跟她通一次电话 你在国外 大概几个月吧 几个月通一通电话 平时不怎么打电话 因为我们 你每年回来几次啊 大概四年了 你以为 我觉得 这样我们的关系 可能跟有些正常家人 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就是说我们保持相对独立 保持一定的距离 也不是特别的没有边界 就是保持一定的边界 咱们都还比较舒适 经过与杨家兄妹交谈 心理专家 渐渐摸到了问题的症结 不难看出 在独善其身的母亲面前 子女们或多或少 都存在失落和压抑 边界是对的 家庭一定要有边界 但是同时也要有亲密关系 如果你没有亲密关系 那就变成陌生人了 因为那个家庭 有家庭的氛围 然后妈妈有妈妈的性格 妈妈结婚以后 基本上什么事情 都是跟她先生商量的 比如说刚刚参加工作 我就一个人在这边 我不能要求 妈妈你得老哥打电话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朋友 然后哥哥也去上大学 其实我是挺孤单 我也说了 我是有点抑郁的 但是我没有跟我妈妈说 也没有让她查局 在调解团队看来 只有子女们积极参与 重建亲密关系 才能帮母亲改善心态 从而摆脱他人的控制 而这一点 正是此次调解的关键 那我们得意识到 她是一个老太太 是个老年人 那么在那个时候 她是什么样的状况 应该挺正常的 她有时候 她其实那时候社交 比如我们那个单位 她有什么老年大学 她会回来上老年大学 男情唱歌 我们的交集就是 过年过节的时候聚会 然后大家都比较开心 然后偶尔会聊聊八卦 什么的 基本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就相当于 一个远旁亲戚一样 你们的评测 你们是不了解她的思想 她的爱恨情投 好像其实从小到大 好像没有深刻地去聊过 你母亲跟您的父亲 关系好吗 他们的婚姻当中 他们俩感情好吗 我觉得特别幸福 所以当得知这个 就是妈妈的先生去世了以后 您会刻意地去多联系 就是打电话 问哪天方便 如果妈妈说这周 我要去哪哪哪玩 不方便 那就不去了 那我说那你回来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或许是受相处模式影响 子女们对这个 看似独立的母亲 总有些莫名的距离感 包括对老人的未来养老 他们也无意干涉 妈妈说她想去养老院 但是呢 她又说 她其实就是通过我了解的 她已经花钱 就是报了三个养老院 但是哪个都就是好像 她觉得一去了就不自由了 她目前的状况 因为也快八十了 其实我们是希望 她能够到养老院去 她有她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是吗 基本上不会去被别人打扰 我觉得是 她也不想打扰别人 是吗 实际上这种 可能在你小的时候 包括成家之后 都是这种状态 可是她现在是个老人了 她现在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她是非常需要 为什么近五年才逐渐地 往大量的钱去投入的那个地方 她在那地方找到一个 很多你们给不了的东西 调解团队提醒兄妹俩 他们的母亲在步入老年后 其生活需求 已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 尤其是老伴去世 她孤身一人 此时精神上的陪伴 就显得弥足珍贵 就是关于过往 你们和妈妈相处的模式 我觉得事出有因 确实家庭和家庭是不一样的 你母亲是一个高知 所以她有自己的精神需求 也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她有自己的认知 对生活的取向和选择 我也作为一个知识女性 我也有自己的需求 那你们也要想办法 未来怎么陪伴 怎么填补她精神上的这个需求 我跟我哥 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如果腿脚不方便 妈妈应该去养老院 这是她自己选择 当然去养老院 找一个条件还可以的 然后我们定期看望 就是保证这些 这些就是子女应尽的孝心吧 如果说她想提出居家养老 那么请阿姨 那么到时候 我觉得就是 也可以就是商量着来 就是说 只要是合理的 我们子女就愿意 愿意愿意 比较好的配合 子女们的通情达理 让嘉宾们甚感欣慰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要看母亲的选择 她会怎么表达自己的内心呢 刚才您提到说 您的先生 就是第二人先生 也是因身体很多病去世的 是吧 最后是癌症 其实刚才有很多 您的身世问题 让我们其实挺 挺唏嘘的 就是您的儿女 在聊到 您的一些过往的时候 比如说 您的闺女说 她认为 您的第二段婚姻 有点过早了 包括 您更依赖伴侣 去很少 或者说相对比较少 去管孩子们 您的儿子 您的姑娘都说 我们属于各自相对独立 反正我 我女儿后来跟我说了 觉得妈 你那个 就是 咱们爸爸去世的时候 大概我后来 大概是有一年吧 我就 就别人给我介绍 我觉得挺合适的 我就 跟她一起生活 当然我承认 我不是一个那样的母亲 就是说 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但是我呢 就是说 我第一个爱人去世以后 我特别难受 反正也一下瘦了好多 然后 就是心里啊 就是 好像就过不去 似的那样 就老实想着 就是 特别难受 特别痛 所以当别人 就是别人 就单位有好心人 就给我介绍的时候 然后又见了这个人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好像 就愿意跟他 跟那个人一起生活吧 就是 也许是我的特性 就是说 好像自己一个人 就撑不起这个家 他总想依赖别人吧 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 我觉得我是不如人家 别的女性 那么坚强 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不用这么比 真的 我自己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确实对他们关心不够 我承认 说到女儿的心结 母亲坦言 自己的确关心不够 但提到卖房一事 她仍然坚持 对于子女的劝阻 她充满质疑 该如何 才能达成彼此的成全 母亲无助 子女委屈 明明是最亲的人 为何不能相互理解 我后来就是 买保健挺无度 跟这个也有关系 觉得那个 就自己一个人吧 要是病了 也没有人那个 不管 当然我孩子对我挺好的 但是孩子 人家自己也有家 亲情的召唤 现实的拷问 究竟会归向何处 这道难解之题 该去哪里寻找答案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是之 陪伴 和谐说 和谐稳稳定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我们处于基层 所谓的理理纠纷 无小事 人民调解 促和谐 中国人民调解员调解呢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时间和邻居 能握手联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往小的说解决了流流纠纷 为大跌的幸福指数提高了 往大了说对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我是平方乡草姐条解释负责人曹俊英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战敏 任律师您好 现在有些商家经常举办老年人活动 不但讲解养生知识 还免费送礼免费旅游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套路呢 当然有可能 有些不法商家就是采取这种手段 来欺骗老年人 他们抓住了老年人的心理 表现出无比的热情和关怀 令老人们都招架不住 最终被骗走 高额钱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总结了几个常见的欺骗套路 一通过听取养生讲座 领取免费礼品 免费体检等来吸进老人给老年人洗脑 无中生有或者有意夸大老年人身体健康隐患 从而达到推销保健品的目的 二 产品宣传能包治百病或者能治疗慢性病 比如支气管 糖药病等 骗去不想长期吃药的老人 购买所谓的神药 三 以免费旅游 免费专车为诱惑 借此推销保健品 诱导老年人消费 四 使用感情套路 因为子女工作忙 有的老人会感觉寂寞 销售人员趁机便采取孝心公事 在取得信任后 便开始推荐昂贵的保健品 诱导老人消费 此外 更有甚者 会将上述套路连环使用 令人防不胜罚 如果老年人遇到上述情形 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被钥匙 可以选择报警举报或求助 很多老年人平时生活非常节俭 他们怎么会一掷千金 去购买大量保健品呢 一方面 使社会的高速发展 催生了诸多新生事物 很多老年人的辨别能力 毕竟略逊于年轻人 所以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 另一方面 老年人对身体健康问题特别关注 如果不了解正确的保健知识 再加上骗子的宣传和吹捧 很容易上当 最后 一些老人的子女工作比较忙 没时间陪伴在老人身边 导致老人心理上缺乏关爱 这些都是老年人容易受骗的原因 在您看来 老年人要想防范骗局该如何做呢 首先 别轻信广告 切勿 贪图便宜 如果要购买保健品 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购买 并索要 购买凭证 如果号称的疗效比较夸张 一定要 慎之又慎 其次 家人子女所了解到的防范信息 知识等 应当及时有意识地传达给老人 帮助老人增长见闻 提升风险意识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子女要常回家看看 因为子女的关怀 才是父母最好的保健品 有些老人明知是骗子 但还是购买起商品 其希望的 仅仅是有人能够陪伴 所以 作为子女 平时要多关心老人 这样才不给骗子 趁虚而入的机会 好 感谢您 本期法律讲解就到此结束了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这边的姥姥给带孩子挺多的 但是我知道妈妈不可能给我带孩子 所以我从未提过这种妄想 当然我承认 我不是一个那样的母亲 就是说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要从这一角度 我是不留人的 母亲的消费现状 让子女们忧心忡忡 家中的矛盾也因此频繁爆发 就是卖保健品的人 是不是诈骗犯 那我买了保健品 我是不是就被诈骗了 就是受骗上当了 比如说他一百多万都没了 我说那哪有意点我们去报案 我们不能挽回 就是让别人少骗人 可能还欠着有五六万吧 就是我不可能 我已经那时候一百多万都已经没有了 我现在还欠着债 他还给那些销售员打欠条 这个也挺危险的 从花光积蓄到借款消费 如今的母亲更是提出卖房 他现在的口径是说我把这个房子卖了 因为现在房价在下跌市场不好 说我现在把它卖了 我卖房是法律允许的 我说谁也挡不住 一方势在必行 一方强烈反对 令原本就疏离的关系 变得愈加敏感 可以说卖那个保健品 我觉得这个心理需求满足了很多 因为我们儿女不可能的呀 因为我刚才跟您说了 我们的关系是客气的 从小就是就不会那么亲热 你想我的孩子13岁了 跟老了 我想一共见面都不到13面 就是说好像自己一个人 就撑不起这个家 总想依赖别人吧 第一现场 母亲陈女士承认 在关心子女方面 她确实有所疏忽 但她也坦言 在自我认知中 她并不是一个喜欢被依赖的人 我觉得我是不如人家 别的女性那么坚强 就是把孩子放在一位 咱不用这么比 可是我就觉得我当时 确实心里特别难受 好像就 就走不出去似的 那第二段婚姻 后来进入了以后 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那时候有老伴了 我们过得还不错 也没有想过那时候 去跟一儿一女 去拉近点关系 我想叫她过来 她不愿意的 就是说她也不愿意 参加到这一家 确实对她们关心不够 我承认 或许是受原生家庭影响 陈女士对几个子女的成长 并没有太多干预 而长大成人后的孩子们 也自然而然有个概念 那就是保持距离 不要越界 我觉得我姑娘后来 每星期来一次 我觉得真的就不错了 我说我不能再要求人家 再怎么去关心我 另外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因为距离感保持得太好 如今的陈女士 凡事都自己做主 她不曾也不敢 对儿女们有所期待 到后来第二任丈夫再去世 应该是三年前吧 那个时候 又回归了孤身一人 那自己就更是一个害怕什么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保健品公司 就是就经常来找我 我呢 确实就愿意参加这个 因为她第一天带你玩吧 你跟着他们出去 就是什么也都忘了 就觉得那个 就自己一个人吧 要是病了 也没人 也没有人那个 不管 那会儿有没有想过 我还有一儿一女 特别我闺女还在北京 这是我的亲生骨骤 想让他们过来看看我 有这种念头吗 当然是有 那时候变成一个人了 我觉得就是双层的痛苦 我女儿是每星期 就是来看我一次 当然我孩子对我挺好的 但是孩子 人家自己也有家 反正我女儿还可以 我觉得挺好的 我不能对她说什么 我老伴去世了 没人款我 她每个星期 都来一趟 带着我去吃顿饭 然后跟我聊聊天 如果没有保健品公司 那么叫我 我肯定得抑郁了 陈女士说 在第二任老伴去世后 她心中悲痛难忍 也正是此时 那些保健品销售员 给了她安慰 渐渐成了精神寄图 我孩子是给我的条件 就是说 我必须退出 现在的保健品公司 然后就是说 那个药呢 也不用我买 就是说觉得 他们给我买 就说你选两三种吧 我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我呢 我不愿意退出 这个保健品 为什么呢 来说服我们 告诉我们 什么原因 我在这个保健品公司吧 我觉得我确实挺快乐的 然后呢 都一群老头老太太 就坐在那儿 不是都做这个保养吗 大家就一起聊天啊 什么的 挺开心的 在底下都说 太贵了太贵了 但是大家就愿意来 对于自己的内心需求 陈女士似乎十分清楚 她还表示 自己愿意为此买单 这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的局面 调解团队是怎么看呢 我问您这些话的目的是 我们看看 有没有可替代的 来帮助您 因为您现在 到底什么吸引着您 到底什么 所以我 我觉得我最近 就是挺开心的 他就让我退出 我就问我孩子 那我的社交 我的社交在哪呢 让你有一个小小的归属感 觉得属于这个集体 哪怕要付钱 你也心甘心愿买单 陈女士态度坚决 不愿放弃保健品社交 但考虑子女们的意见 以及自身的经济状况 她也打算做出些调整 我现在就是 不再像以前那样 就是别人叫我去 然后他们卖什么保健品 我就买 我最近因为没钱了嘛 都上钢太厉害 就是我 我一说什么什么 你就说那些人 都是诈骗犯 这家公司 你不想退出来 那你每个月 要花多少钱 我现在 我孩子让我选了 就说你以后 就是别的不能买 对 我就选了 可能大概一年要三万 以陈女士的预计 她即便有选择的 减少保健品开支 每年也要为此 花费三万元 针对她的想法 调解团队 给出了深刻分析 我们既然到这来了 我们各位老师 要跟你分析一下 就像您这种情况 比如说 这个短短的三五年之内 而且这个频度 包括你消费的总的金额 属不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虽然说在你看来说 我们是为健康 买单 健康是无价的 能花多少钱都值 能达到目的就行 但是从普通人的眼里看来 您就从这五年来的消费情况 一百多万 稍微是不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反正我吃了这么多点的保健品 当然也是浪费了好多 我觉得对我的身体 就是还是有好处的 不知是心理作用 还是保健品真的有效 总之在陈女士眼中 这项消费已不可或缺 为此她甚至不惜 卖掉唯一的房子 还有一点呢 我就说您刚才说了 想卖房子这事 卖房子是为什么呀 按您现在 因为我现在没钱了 我不能找孩子要钱 我一想我自己名下有房子 我就想把它卖了 您一个月九千块钱呀 你不够吗 咱把一百多万砸进去了 现在把唯一的房子也要砸进去 我觉得这个代价有点太大了 您说呢 我就想如果我要生病了 我去医院看病 然后再也许要住院 我这钱我一点都拿不出来 就没有 据了解 因为在保健品上的超额支出 陈女士的百万存款 如今已被花费一空 这个事实 不禁让她对未来的养老生活 产生了忧虑 但是现在咱们实际情况是 确确实实 您到这个年纪了 就剩这一套房了 您真的决定这么去 度过自己的晚年吗 这是儿女很担心的地方 不是我 我那个卖这套房 我是想 我并不是我自己要独占的钱 我是要分成三份 就是平均一人一份 现在我们那是七万一平米吧 那我这房是五十平米 那就能卖三百五十万 可是没想到孩子就都反对 女儿呢 主要就担心 就说啊 你 你有了钱了 你肯定你又该把这些钱 都买成保健品了 她确实是没有安全感 我们可以说 第二番让这个儿女呢 可能开一个小金库 那这样的话 给老人定期的存一部分钱进去 或者说 现在就存这一部分钱进去 让他来自由支配 您卖房的事 我这么跟你说啊 他们其他人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您卖房 你有这个权利 您可以卖 但是我告诉您 问题都不在这儿 问题就在于 您以后的生活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呢 拿钱能买回来的快乐 我告诉您啊 肯定是不长久的 您买保健品这个 一百多万 这叫疯狂的消费啊 您如果要是这么下去的话 这俩人接不住您 真的会改 所以如果要是把房子 卖了的话 这笔钱放您手上 您觉得您能看得住吗 能 我不都要啊 我告诉您 要是能投票的话 我们就 这个发动全国的观众 给您投票 我相信99%的人都说 您看不住 我觉得我自己 反正越来越老了吧 我觉得 怎么也得存点钱 就是比如说 我越来越 身体越来越差了 你就住到养老院 那可能是几百块钱 就能打 我告诉您啊 老人不是晚年 有钱就够的 所以钱的事 我不跟您说 不许您花 但是 花钱这件事 跟子女商量 因为他俩人 是您未来晚年的 我认为是唯一的依靠 钱不是 您应该很清楚 您之前的那些消费 值不值一百万 就是我得到的那个东西 和我付出的这个金钱 它是匹配的吗 即便陈女士心意已决 但出于负责任的考虑 调解团队还是努力劝说 希望她不要冲动 两个子女能不能说服 这固执的老妈呢 因为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诉求 就是说我们还是想 让她脱离到这个圈子 因为她不同的保健品 可能她卖这个的卖这个的 那她永远在这个圈子里 跟这些圈子里 跟这些销售接触的话 那么她早晚还是会 陷到这个现金 因为她现在这些公司 也在迭代更新 不同的方式来 来推销他们所谓的保健品 我说实话我是不愿意退去 其实很多病心情好了 可能你自然而然 就不会生太多病了 我就说我退出了我社交上来 对 从心理上得到了 很大的一个慰藉 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愿意退去 我现在整间挺高兴的 所以刚才那个专家也说了 就是说有没有替代的 就是说脱离他们 难道脱离他们 就没有社交了吗 有没有说不跟这些人交 但也有正常的社交 为什么只有保健品公司 才能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我觉得这挺可悲的 因为 就是可悲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保健品行业来讲 如果是说没有特别的 这个附加条件 可能说很难定义成 是一种诈骗行为 但比如说 在你购买的时候 有些附加条件 对您这个病要到病除 那可能以这种语言 刺激你 导致你去购买这个产品 你因为这种功效去买的 而且没有达到这种功效 就可能被定义为 这种诈骗欺诈的行为 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就是 你拿到药一看 就一句话 提高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 但是他就是全面地说 对你这也好 那也好 你都听着呆了 也就是老师 讲师在台上讲的时候 对很生动地 让你有购买的程度 给你洗了一遍脑 我就购买了 对吧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相当于 他在普遍地进行宣传 所以说 有些认知 还要在于我们自己 如果说光是 刚才阿姨显摇述的 老师在台上讲了之后 我就有购买的程度的话 其实比较难定义为 诈骗这种 欺诈这种行为的 他可能有 夸大宣传的成分在 对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不能光光 凭冲动去做这个事情 您之前可能也意识到了 我的这种消费行为 是有点过度的 确实是这样的 我是过度的 第一现场 嘉宾们不断视法明理 陈女士的态度 也终于有了细微的变化 最终她会如何表态 子女们又会做何选择呢 你们希望借助于法律 把这个事情 让老妈妈 把这个爱好给封堵掉 刚才我说了 即便是真的 我们能做到 我们去强制性的 去被迫让母亲 把这个事情必须借着 她还会找其他的途径呢 您刚才自己提了 说能不能给一些 找到一些途径 去作为母亲 这样内心 孤独的一个替代品 去填补 您两位作为儿女 是不是应该 也思考思考 这才是跟远 这才是跟远 我们也商量过 就是说目前我能想到的 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 我听听 养老院 养老院 因为我她已经 就是说 少了三家养老院 我见过很多养老院 其实生活很丰富的 对 他们也是一群同龄人在一起 但是我这人 我还就是在我身体 还允许的情况下 就是我是不太愿意去养老院 住一段可以 就说 就老住的 她是管你 管得挺严的 不是说 我今天我想上哪儿去 她就让我去 妈妈 您怎么想的 就是 所以说 她会提了养老院 养老院会 环境好一些 也能替代交际 然后做饭 这些您不喜欢 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她会 她会给您 就替代了 或您三家人留住 即便不认同 母亲的消费观 但董事的兄妹俩 依然关心着 母亲的生活 他们提出了 几个养老方案 希望让母亲安心 在沟通之后 调解团队 也给出了意见 我觉得这样 您看看 您二位也在 就是养老院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们 可以去 先去 摸一圈 比如说 有几个备选 我看了十家 有三家 符合我母亲要求的 再带母亲去 几个选择给到她 这个养老院什么特色 这个养老院 有哪些这个 自由不太管 每天晚上几点睡觉 有哪些人员在 你们都聊也听出了 根据母亲的需求 然后呢 再给母亲来选择 而且就是 刚才哥哥也说了 就是现在妈妈 妈妈住的地方呢 就是说 呃 就是堆满了东西 比较 条件不太好 应该去 养老院 不用您 您做饭呀什么的 当然我们每周 就我每周都可以去看您 因为您现在 我感觉您对自己的照顾 就是就是家里的这个东西比较多 然后您吃饭呢 就是相对比较凑合 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 吃得挺好 就是妈妈就是 有的时候 比如说您那天跟哥哥 我们三个人开会的时候 比如说想跟您收拾屋子 说我就要这么乱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刚才又跟您说 感觉您吃得简单了一点 就是有点凑合 然后您说 我觉得我吃得挺好 感觉这个话就 有点没法继续 比如说收拾屋子 我说带宝杰去给您收拾 您说不行 我自己来 但实际上您的内心说 我不想收拾 我也不想收拾 也不想让你收拾 但是这个 就是整个的生活环境 就不太好 我手机里有几张照片 我不好意思展示 就是 我妈现在她 她床上已经堆满了东西 就是说她自己睡在沙发上 就让我觉得 包括那个走路 都是那些保健品 或送的东西 是安全隐患 就是我们其实挺担心的 因为我也是好几年 没回国了 所以第一次再去那个家 我觉得已经完全 不是以前那个家 她的生活状态 完全是一个垃圾厂 以我的话 说南京俩是一个垃圾厂 全是那堆的那些 没用的赠品 什么送的大米 送的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 堆满了屋子 然后我妈就住在那个沙发上 因为那床 已经没法住了 床上全是东西 所以啊 这个 就我不知道怎么改变 因为跟妈妈搞的 我觉得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包括火灾 所以我想说 这就更需要你们两个 摔倒 既然谈到了一个卫生问题 老妈妈 为什么那么坚持着 不想求他们 不想跟他们开口 是不是 面对子女们的担忧 母亲显得有些不以为然 她的反应 在心理专家看来 却另有奥秘 其实潜意识当中 就是她内心的那种空 她需要有很多东西来填满 当然很多人不能理解 这个话的意思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很多孤独的老人 就是没有跟儿女去生活的 特别容易有这种囤积行为 就一个瓶子她也不扔 一个袋子也不扔 到处都是纸盒子 她自己就没有下脚的地方 就这样的情况特别多 当然年轻人当中也部分也会有 这是一种心理问题 但更多的表现在老人身上 就是那种孤独的老人容易有 跟儿女们在一起生活的老人 相对会 这个问题会少 种种的这一切只说明一件事 她孤独 她需要陪伴 她就是不说 但是这些已经说明 这些问题已经说明了 她的诉求 我希望你们两位能理解 能明白 她真正的想要的东西 她只是没说出来 但这些东西已经反映了 其实两位还要考虑一下 从母亲内心的角度去看看 什么样的方式 包括未来 母亲的需求在哪里 去改变 慢慢地去改变 好吧 你这个宝电品这个事情 要慢慢地去过渡 比如说在那里能导到社交 又能找到健康和乐不为呢 但是你一定要在消费的时候 理性看待这个事情 嘉宾们指出 母亲的行为固然有不妥之处 但其深层次表现的 却是一种孤独 要想真正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子女们要付出的 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帮助 我觉得儿女如果说 一个在国外 一个在北京 实际上这个女儿 还是比较近的 可能就是因为女儿 之前有一些心理上的 一个伤害吧 可能没有那么亲 对 但是如果说 她今天也意识到了 这个母亲老了 不像之前那样有伴侣了 相互依偎 那现在基因 以这个孤独的老人 她未来可能在情感上 包括去照顾上 关心上 要加强一下 包括她这个 在国外的这个哥哥 我觉得在这方面 让这两个 这个儿女 多做一些加强 就平时多回去 看看 看看这个母亲 刚才提到了 母亲 你们想介入 母亲现在的生活 为她的环境啊 安全啊 心理依赖啊 这些你们的担忧 妈妈是有感知的 但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常年你们都属于这种 远离互相舒适的 安全范围 是吧 这种疏离的舒适 你们都享受其中 那现在要改变了 那你们需要 慢慢地介入 母亲的生活 现在你们去给她处理 身边的日用品 她不接受 是因为她不想 让你们干预 她还接受不了 你们的干预 那慢慢地 随着陪伴的增加 她会形成新的依赖 那时候对你们 就有足够的信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耐心 好吧 嘉宾们语重心长 母子三人连连点头 希望这和谐的一幕 可以在杨家延续下去 老师呢 也是各个角度 各种的良方 其实也都说了 这个调解 永远不是说 一副灵丹妙药 能够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 它是一个方向性 的一个指向 所以我希望 今天的我们的交谈 能给带来三位一些收获 好吧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希望这句话 能给所有纠结的心灵 带来安抚 异常难解的分歧 就此落下帷幕 它所带来的思考 却远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冠领律师在线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任战敏 任律师你好 今天有什么案件 要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呢 一对年轻男女 惊人介绍定亲 男方为女方购买了首饰 支付彩礼 以及一些民俗流程上的花销 因为时间仓促 双方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便举行了婚礼 结果共同生活两个月后 女方就提出了感情不和 不但搬回了娘家 还拒绝于男方见面 为此 男方起诉离婚 要求女方返还 包括首饰 订婚彩礼和民俗流程在内的 所有婚约财产 为办理婚姻登记的情况下 订婚彩礼可以退回吗 男方按习俗给女方彩礼 但为办理结婚登记 这种情况下 男方是有权要求返还彩礼的 法院在审理中 考虑到双方的共同生活时间 彩礼金额 及为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因 着情判决女方返还男方 足金手镯等折价款5万元 以及礼金10万元 该判决体现了公平原则 保护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如此判决 法院是依据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付解除条件的赠予 婚约解除则涉及返还问题 是司法实践的难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规定 支持未结婚登记 未共同生活或给付导致生活困难 等情形下返还彩礼 然而现实生活中还存在 仅办结婚仪式就同居 彩礼已经用于共同生活的情形 此时如果全额返还彩礼 则有违朴素正义观 对收束方不公平 因此在未办理结婚登记 但以共同生活的情况下 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 应具体考虑双方的共同生活时间 彩礼使用情况等因素来着定 以实现公平合理原则 此举也有助于平衡双方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对于这个案例 您还有什么体会要跟大家分享 高价彩礼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2023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也强调要对其进行专项整治 这种陈规漏洗不仅导致家庭财务困境 还可能引发违法犯罪行为 阻碍相分文明和乡村振兴 这里高价彩礼是维护社会和调稳稳定 促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 实践中 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裁判 引导公众摒弃漏习 转变观念 推动形成健康文明 简约适度的昏俗新风貌 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对高价彩礼危害的认识 共同营造良好的婚姻家庭氛围 助力乡村振兴和相逢文明建设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 才能根治高价彩礼这一社会顽疾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好 感谢您 本期法律讲解就到此结束了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